《科学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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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從十九世纪末开始 西方已经有人开始在反思这个问题 崇尚科学精神 但是反对科学主义 比如像哲学、历史、宗教、美学 包括道德等等 各方面它都有自己的知识 并不是所有东西 全部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 这是第一 第二 科学它也不代表一贯正确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 从约顿经典力学到相对论 再到量子力学 新理论对旧理论的颠覆和革命 这个过程里面 有时候还会发生着 剧烈的冲突和对抗 我们的确应该崇尚科学 而且应该弘扬科学精神 但是不能走到极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